欢迎大家收看中华基金中学高清文化台的节目 我是3C班的余仲熙 我是3D班的马静谦 我是4B班的陈雨婷 我是3C班的梁子玲 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延岳四重咒 延岳四重咒 什么来的 听个名字就知道 延岳四重咒不是有4个延岳一起拉的 哦 那有哪4个人介绍的 有我这个小题琴 有你这个中题琴 还有你这个大题琴 等一等 你们明明拿着两个小题琴的 什么中题琴 你看真点 我的中题琴 比他的小题琴大小小的 大小小就大小小 最多不是叫大小小的小题琴 哎呀 真是被你惊死了 其实我们所说的大小小是指琴的音箱 琴的音箱越大 音域就越小 没错了 就像看你的大题琴那样 你的音箱多大 就是证明你的音域是比我们低很多的 哦 原来是 那两个小弹琴是否真的有得分第一小弹琴和第二小弹琴 没错了 而我就是第一小弹琴 而我就是第二小弹琴 哦 原来是 那弹琴四重咒有什么特别的 其实弹琴四重咒是指四个弹琴是不同旋律的 但是它们是大家和大家的 哦 原来是这样 那就是怎样 不明白我 好了 我现在拿一首旋律给你听吧 那就是普通小弹琴的声音咯 好了 现在加上大弹琴听 效果会如何 是否感觉了不同一点呢 其实有大弹琴这个低音乐器 再加上这个小弹琴 站着船的底下 效果就是很不同的了 现在加上我这个小弹琴的 看一下弹琴啦 我听了很多哦 快点加上你的小弹琴啦 我猜应该会好好听的 好吗 好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